这里讲到就是靠主处理实际生活上的问题 很多人譬如说很简单 有些人很爱主的 不过家庭里面很多时候会不开心 有时譬如说很简单 家人说他经常都不在家 他都对我们没什么爱心 这样的时候就变成不平衡了 这个都是一样要处理的东西 有些人说我事奉住很重要 你事奉住很重要 但如果家人有一种怨恨的时候 那回去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都一样需要处理的 我想第一就是处的部分就是处理个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动力 这个是一个时代病 这个时代很多人的病 就是怎么样呢? 懒 睡着都不想动 经常看电视 没有心情 哎呀没有心思 不想学不想做 什么都不想学 只是享受 好像沉睡 这样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浪费生命了 就是当人是没有动力的时候 哇! 如果你看到人在烧的银子 你快点快点走过去 快点不要烧啊 为什么? 哇! 五十元美金 为什么要烧了它呢? 但是当我们浪费生命的时候 所烧的 不单是银子 是生命 而且是比烧五十元更加宝贵 因为我们的生命 一天不止五十元美金 是一天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让这些武动力 烧毁我们的生命 而我们只能够活一次 右下角角度 只能够活一次 借先的聚会的时候 那个敬拜亲近 我们不可以回头 已经是吧? 今早不可以回头 你所做的 你做一次就是那一次 那一次呢 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呢 以后有个好的后果 但如果你今天骂的人呢 当然你可以认错的 不过你始终是骂了就是骂了 没得回头的 始终是会留下一个痕迹的 诗篇139篇16到18节 这个是我很常用的经文 很欢喜的经文 就是 神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的日子 神已经写在拆上的 而呢 他的意念呢 是很宝贵的 你的意念 何等宝贵其数 何等更多 就是神有个好计划 每一个人都有好计划 而我们没有动力的时候 就失去了这个计划 所以很多 现在的年轻人呢 在这里整天都玩游戏机 那我在车上 我试过见过一个很小的小孩 真是呢 就是BB 可能是 可能是一岁多 那他就在那里哭 那我看他干什么呢 他要妈妈给他手机 因为他可能在家里 已经被他玩惯了 那他就要玩 因为他觉得是 现在的现代奶嘴就是手机 就被他玩了 但是呢 他就开始 我想到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小孩的意志 我要玩手机 我要享受 我要做我喜欢的东西 那有些人觉得不要紧 那小孩大概会明白 但是这个意念 在他心里面 一直仍在那里 到了将来 他就越来越 我要得到我要的东西 我所有都是要享受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由小时候开始 所以小时候开始 当他容许他 他没有动力 由于他喜欢做什么 其实 他任他做什么 其实他是有动力 不过有动力是 睡觉 懒 玩游戏机 所以这个都是要处理的 就是 如何处理 我经常告诉自己 我生命很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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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大大比神使用的 可以大大比神使用的 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那我们自己告诉自己 那我们就不要浪费 我们的生命了 那来到辱 那我们怎么有这个能力呢 现在哲伦院四章三十一节 就是当他们讨告完 地就震动 哇 就是神都回应 虽然我们这些没有听到地震 但是神是回应的 神的能力都和我们一起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能够放胆 讲论神的道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随时随地 被圣灵充满的 那么今天有一个姐妹 问我问题非常好 她说 复卿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好的问题 那我就跟她说 其实复卿就是整个生命更新 而更新是我们个人的更新 是可以立刻的 为什么呢 是没有东西可以拦阻我们的 只要你说我愿意 整个生命给耶稣 我整天亲人耶稣 耶稣叫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整天都处理生命 让人活在神的爱中 不好 由今天开始 我所有的说话 出口都是荣耀神的 所有的说话 都不要再说一些不好的说话 行不行 行不行 其实行的 你管理自己是可以的 我们复卿可以今天临在的 行不行 行 现在行的 行 如果我们这群人复卿 是不是很重要 好重要 如果出去 每个人都会影响人 哇 好厉害的 你和旁边都说 如果我们过去复卿 很厉害的 首先就是我们个人复卿 跟着我们带周围这个群体 跟着我们带周围的人 整个地方就会改变 我们可以带起香港的复卿 可以带起不同的地方的复卿 主要帮助我们 由武动力 变造有动力 我自己经常都有这个动力 我经常有这个动力 我经常有空 我就在想想 有什么要做呢 我又问神 有什么可以做呢 有什么可以提升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 有些人又不是 有什么电视看呢 很少看 那就好了 还有被基督的外激励 在高伦多后书5章14节 很多人呢 他有不同的动力 他会侍奉神 不过有时的动力 未必会持续的 和会变质的 有些人很有动力 我的小子要多人个人地 这个其实是一个世界价值观 大家记得 世界价值观入了教会里面 我很想我教会多人个人地 那没问题 他多人没问题 不过不要加上 多人个人地 不需要带个人 我要多些人是好的 也都用正当的方法 不是将人来教会的人 拿来 那就叫做增长 这个不是增长 这个神不是叫我们这样做的 神是叫我们去取未得之民 带领他去信耶稣 当人为了某一个原因的时候 不是为了基督的爱 就会变质 所以我们一定要动力 是要从神而来的 好了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不尽各样的责任 有些人他在教会很尽忠 哇 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说 他在教会很乖 经常帮忙扫地 洗地 但在家里他不做 他觉得家里是妈妈做的 家里不是年轻女做的 其实这个观念在他里面 就变成了好像教会的尽责任 这个其实不是圣经教导 圣经教导 这个例子 左边是家庭 右边是什么 工作地方 中间呢 教会 都尽我们的责任 提前三章五节 一起读 人样不知道管你自己家 因能照管神的教会 就是我们照管好自己家 这个经文 有些人的应用 有时我觉得是极端了 就是说 有时有个儿子 他肯定不肯信耶稣 那这个人都不可以侍奉主 我又不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有时儿子不信耶稣 不是一定说父母没有帮他 有时父母帮他 他也不肯信耶稣 的时候责任不在父母身上 但是我们应该是进行 去帮助我们的家人 但是不是说他不好 于是父母就不可以侍奉主 我觉得这两个 是不应该放在一起 但是 是应该努力的 去建立他的家 照顾他的家的 好了 坏习惯和沉 这个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大家的新闻有没有见过 那些人不玩电脑 玩一下死了 是真的死了 就算有些不是真死 就变成活僵尸 就是他只是 只是懂得玩游戏机 有些什么坏习惯呢 有些人就是 常常都说伤害人的说话 常常都疾人 常常都伤害人 踩下人 天天天颠倒 这个真的都是很多人的问题 天天好像很早才睡觉 很早就是 早上三四五点六点 很早才睡觉 或者沉迷上网 游戏机 色情 看电视 沉低沉 整一种低沉 脾气 醉酒 或者沉溺某种的兴趣 或者娱乐 这些是魔鬼非常有限的武器 在这个时代 其实很可惜的 现在的青少年 有很多被这些游戏 游戏机 俘虏了 是直接对任何东西没有兴趣 只是对游戏机有兴趣 这个是一个 魔鬼非常有效的方法 是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首先我们自己有一个好的榜样 知道这个是一个魔鬼 很想我们的 拿我们的时间 但是 你最后说了一章 一节 一齐同 个个被奴得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狼 出监狼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些是 帮人 戒酒的聚会 有 是不是 帮人戒手机 也有 帮人戒游戏机 也有 帮人戒这些方法 不过可能在香港 不是很流行 我不知道 在有些地方 是很多这样的 帮人戒不同的东西 就是 我们可以帮人脱离这些一切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个想人的不肯 那个父母就很想 但是那个子女就不肯 这样的时候 其实强硬的方法 是不行得通的 必定是父母 跟他有好的关系 由于他知道 你的生命很宝贵 你可以 你的生命一路提升 你玩是OK 不过你就想想 你的生命也有很多事情 你可不可以编排你的时间 我们想一想 编排时间 好像跟一个大人聊天 那样聊 他跟他去聊天的时候 他能够接受你的时候 他会听你的话 他就会从心底处去听话 可能他做的时候也不听话 但千万不要用发皮的方法 发皮他又抗拒 他又说你发皮 我就去玩 这个也是我常见的一些父母 太紧张了 所以发猛症 越发猛症 他就越不听话 这个求主耶稣帮助这个时代 一个很困难的时代 好了 健康的问题 这个图三高 那些人又觉得 我们关注属灵的事 关注身体的事 但是呢 其实身体也是重要的 三书一章二节 一起读一下 亲爱的病兄弟 我愿意凡事轻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轻盛 即是身体健壮 灵魂健壮 身体都健壮的 不健康的人 能够大大发挥生命的 我认识过有些牧师 有一个牧师 他做得好 但他四十多岁就中风 非常可惜 这个就是我们要照顾他自己 三高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大家中间有三高 你要吃少点肉 吃多点菜 运动多点 那你个人呢 你就自然慢慢 回复回正常了 管理今次 亦都是这个时代 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尔法所书四章二十八节 从前一起读一下 从前偷舌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努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而分得了 血少的人 就是做正经事 管理好我们的钱财了 有些人呢 为什么不肯做正经的工作 为什么这个时代 很多人不肯读书呢 因为懒了 习惯了不做工 还有有时呢 父母太过纵容那些子女 其实小孩子呢 在他第一年的时候 第一岁的时候呢 父母纵容他 他就开始用一种 那种哭 控制他父母的时候呢 父母 给他开始控制 他就一直控制到他 成年了 跟着他就控制他的配偶 就是他一生人都是控制人 就是他觉得 我可以用哭 或者用其他方法 他大了就不用哭了 他用另一个方法来控制人的 开源节流 这个时代很多吸引 iPhone 6 哇 那些人排队 哇 真是很搞笑的故事都有 有些人订了很多 网上订了很多iPhone 怎么知道 后来发觉那些人自己买更多 就是出了这样的故事 为什么呢 那些人他收了钱 他又不给他 因为他有些人来拿 那就卖给那些人 就是 哇 原来iPhone搞得这么紧要 有些人会排队整晚在那儿 在那儿 在那儿 camping 在那儿等iPhone 6 就是为了 就是要 炒 还有 就是拥有 就觉得很好 就是这个就是 现代人的一种的问题 他不能够去管理他的钱 这个都是基督徒成熟的一面 信用卡呢 很多人就觉得不要紧要 还有些告白石都说 你想买什么 多漂亮 这件衣服多漂亮 哇 你这么漂亮 哇 你一定要化妆 要扮得很漂亮 一定要穿很漂亮的衣服 哇 那个男生和女生说 哇 你不扮漂亮 哇 浪费了 你这么漂亮 跟着呢 那个很漂亮的女生出现了 啊 你想申请借钱 很容易而已 一下子就可以了 几十秒就可以了 你一用手机 立刻可以申请到 那我不知道他们的利息多高 但是用普通的 使用卡计算 每个月是2.5% 但是它是逐天计算的 就是要逐天踏上去的 那每年呢 福利计就是35.61 这个在汇丰银行的网上 我看到的 如果你借1000元一年之后 你要还356元的利息 就是超过三分之一 那你下一年呢 它又在这个总数里面 又再一路踏上去的 那所以呢 那个数目是非常大的 当人欠了一个大的数目 所以呢 是真的不要用信用卡 来买奢侈品 就是在一些很绝对 真的很困难很困难的情况 就是用信用卡借钱 已经是进入一个深坑里面了 希望大家用其他方法 而不是用这个信用卡的方法 而圣经讲到 忠心奉献 有些人说 有没有搞错 又叫人开完节楼 那些奉献又奉献 但是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 我们一起读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马拉基书》说 《马拉基书》说 你会将当立的十分之一 传言送入仓库 使我皆有良 以此事事我 是否为你们闯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们 甚至无处可用 哇 甚至怎么样 无处可用 倾倒下来 打开天上的窗户 哇 多厉害啊 天上的天窗 不是我们家里的天窗 是天上的天窗 倾福下来 以至无处可用 神的恩典是很大的 神所应许一定会做的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神是很 真的 他答应的 他一定做 在我开信主的时候 我一开信主 我就开始奉献 然后当我一做工 我就受了奉献 那时其实很简单 又没有人跟我说 你信主你要受了奉献 我就是听到 听到受了奉献 我就开始受了奉献 就是很简单 然后神就很大大的祝福我 真的很多方面 神都供应我需要 为我开路 神都一样 是大大的祝福你 好了 以上说到个人那方面 下面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 就是人有很多种不同的关系 你看 右边那边 一个是取笑 一个是一种冷恶的关系 左边就是斗勾 那我们建立同人关系 第一就是爱人如己 就是真心去爱人 最紧的是这件事 真心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 其实很多人三不四七找我 也都有很多人 真的他的问题是很严重 因为他不懂得问题 问题在哪里 但是他找我的时候 我都总会帮他 也都有时候 是我很不方便的时候 譬如 我有时在路上 他打了给我 我都会在路上用电话和他聊 有时我是争取什么时间 洗碗的时候 我就和一些人去辅导 就是我有时间 我就会去帮助人 我不是告诉你 你不要打给我 其实你有需要 我是绝对很想去帮助你 或者你有些 有些东西你觉得找我是应该的 我是绝对欢迎你打给我 你不要说 尼牧师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用这么想的 我的时间就是帮人的 史经讲到 有行一书三章十八字一起读 小姐妹 我不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誠实上 就是真心相爱 其实一个婚姻好不好 最重要最重要 不是沟通 最重要是 真的爱对方想对方好 他真的想对方好的时候 就算他沟通不是那么好 他做一些行动 或者他听到对方说的 他喜欢什么 他就去做那样东西 对方会感受他爱 当然最好有 爱又有沟通 是吧 但如果两样选一样 他真的有爱 是比沟通更重要 比如有个人 他说得很好 不过肯定是不肯爱的 对方是知道的 对方是知道的 那是哪样更重要的 一定是爱的 我们跟人都一样的 是真心爱人 有些人说 在这个情况下 不知道怎么说话 其实你有爱 你就是陪着他 都可以的 你看着他的生命 就可以的 最重要就是爱 但当然我们受训练 就不会是 不懂得说话 又懂得说话 又懂得爱他 又懂得有行动的 第二就是祝福的心 但整天都是祝福他的 比前三章九节 都要祝福 因为你回事为此梦照 好叫你来承受福气 就是我们梦照 就是要祝福 譬如说 我买这个东西 是要来做什么的 这个遥控 就是控制那个电脑 控制那些 powerpoint 如果我买回来 这东西 一按都没有用 那我会怎么做 第一退回先 好了 如果我买那阵 买那阵回来 发觉用不了 神就买熟了我们 是要来做什么 在这里 什么梦照 要祝福人 为什么回来 那人不懂得祝福人 如果神应该照计 就退了他 但是神没有退 神依然继续一路帮 一路帮 神是真的很耐性 我们感谢神 如果神 好像我们这样 就不行了 神我退货了 不要了 如果退货 我们个人都退货了 我们个人都不合格 但是神就是 祝福 所以希望我们有神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真的有神的心 见到人就想祝福 不是见到人就要得到他的好处 而是见到人就有个祝福的心态 而不计较的 很多人祝福人 就带一个条件 希望他对自己好 为什么他都不对我好 我帮他 他都没有感谢我 这个就是带一个条件 他就会失望 但如果我们不带一个条件 不要紧要的 就算他不接受 不要紧要 我做在他身上 神都记念的 我都真的在他身上 留下一个记忆 基督徒是好人来的 可能在他心目中 基督徒是好骄一些的 不过都不要紧要 我都是祝福了他 就是他都觉得 基督徒是好人 就是留下一个印象 都是好的 看重人 就是人是宝贵的 故人的事 《贝勒比书2章3节》 只要全身已被 各人看见而被自己犯 各人不要单约自己的事 就是看重人 顾他们的事 但不是八卦他们的事 是顾 是关心 是帮他 有些人就变成八卦 帮人的时候 都常常八卦 别人有些什么事 但其实呢 我们不需要八卦别人的事 我帮别人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都这么说 我说 你可以将你的问题 再详细讲给我 不过你不讲也不要紧 只要我知道足够回应 你就行 我不需要知道你的事 为什么我不八卦呢 第一 我觉得每个人的问题 都差不多 就是听过 就是听到这样 又怎样呢 譬如听到他有婚姻什么问题 又是听过了 听又怎样呢 其实没什么 所以没什么好八卦 八卦都差不多 不需要八卦 那他真的不好就不好 就是他需要人帮 所以不要想数他的不好 而是想着祝福 顾他的事 看重他 这个人的动作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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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相的感觉很好 真的 好 看重关系 每一个关系都是很特别的 针言17章17节 朋友乃时尚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朋友是时尚亲爱的 而弟兄为患难而生 患难的时候 弟兄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这件事呢 我们一定有个正确的看法 就是有人对我们好 我们要非常的珍惜 但是我们不要强求人对我们好 好多人就说 我对他好好的 我们以前好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好好的 谁知道我有难 他又不记得了我 就是他要求 希望他对他好 那一定会失望 但是我们的心就是 我总是对人好 但是有个人对我好 我会记实 这个人的好 无论他多小多大 就算他一下子的笑容 我都觉得是礼物 我都会记住的 他对我的接力 我都会记住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欣赏人 亦都会真的对人好 就不是拉住他 有本书讲到友谊 他说 你想你的朋友离开他 很容易 你拉住他 他就会走 你经常说 你去哪里 你为什么昨天不打给我 他就会很快走 他会觉得很惨 他会很害怕你 所以 其实我们不需要控制人 我们就是祝福人 祝福人他自然会被你吸引 但是我们不是想吸引很多人 千万不要变成 我好像想做一个万人迷 不是 而是我就是祝福 不是希望得到什么 也都不希望有些不正常的关系 就是不要被人依赖我们 我帮人 但是不要依赖 不像什么都要找叶牧师 不是的 我鼓励他找其他人 这样的时候 他有健康的成长 神就喜欢 但是有些人帮人 我都讲一讲 有些人很流行什么呢 是妹 是姐姐 是什么 是爸爸 有很多人觉得很好 他也很亲烈 但是其实这个关系 很多时候都会变质 所以我们真的 求此帮助我们 不需要特别的关系 我们就是 整天都是鼎子会 但是整天都是祝福的 好了 体会人的感受 这个也是 其实你想能够 和人有好的关系 很重要就是 体会人的感受室 罗马书12章15节一起读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爱康的人要同福》 就是感受到他的忧伤 感受到他的开心 有些人容易感受人的伤心 他有病 我们会感受他的伤心 但有时别人很成功 我们有时会妒忌他 他比我更能力 很难恭喜他 但是我们说 就算我没有那么能力 但是我看到他很能力 我就欢喜了 那你又说 欢喜不来 那怎样呢 告诉自己 他被神改变 我要欢喜 虽然我的心 好像不太想欢喜 我都要学习欢喜 慢慢你就会 无论那些人 比你还好 比你还好 都一样欢喜 阿里路亚 欣赏人 《与喜乐》 他说四中八节 凡事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晰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又有什么德行 又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里面都要思念 就是常常想到人的好 這個思念其實是兩方面的 這裏包括 你覺得是 我給你三個選 第一個選擇是人 第二個選擇是神 第三個選擇是神和人 你覺得這個經文是講甚麼 神和人都有份 如果只是講神 他就應該不是這樣講的 應該講到要數著神的恩典 但他這裏講到凡是 凡是真實的 按照真理的 真誠的東西 可敬的東西 所有好東西我們都要記念 所有人的好東西都要記念 還有欣賞 讚賞人 欣賞人 這是我們和人的關係建立 和人的關係很重要的 服侍的心態 《教徒體書》五章十三節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 經常做一些東西能夠幫他 譬如有人 這些東西跌倒 跌了地下 你不認識也好 你在哪裏見到人 只跌了地下就幫他 當然有時 這個社會有些人很搞笑 他應該說你偷那些東西 你問他你想我幫你 他用這個方法 有些人說你搶我的東西 你說你想我幫你 我覺得 在一些 他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幫他 但我依然幫他 譬如很簡單 在地鐵站的樓梯 有人拉著車 你說我幫幫你好不好 那時候他是覺得很歡喜的 下一點就是與人溝通 馬國書一章十九字一起讀 但你們個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動 聽是很難學的 聽的是很難很難學的 我自己是受了很多訓練 並且輔導過很多人 但都經常聽漏的東西 我感謝神 我太太很多時候會幫我提醒我 我提醒我 我下次要記住 留意人某些東西 為何有時他講一件事 我講另一件事 就是我沒有聽到他的關注 沒有聽到他的需要 沒有聽到他的感覺 只是很快地說我想他怎樣 聽到他 很簡單我用一個例子 有人說 我剛剛拍拖的那個拍拖人 已經走了 很不開心 有些人說 是吧 叫你不要跟他拍拖 當然是這樣 你有沒有尋求神老祈禱 當然是受苦 因為我們想教他 但他來講 他不在這個狀態 當然最好他能夠明白這個真理 但他在那個情況下 他根本不明白 而他講出我很不開心 而收到的一些說話就是 是吧 你也是這樣 你已經把你的了 你經常都是這樣 隨意拍拖 這樣的時候 他並不得到幫助 但我聽到他 他裡面很傷心 很失望 的時候 我聽到他的時候 我就回應他這個 他所講的說話 我聽到你很不開心 他走了令你很失望 或者你對於人很失望 也對自己很失望 可以了解他 到底他有什麼感覺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回應他了 很多夫妻就是 沒有回應 而很多時候沒有回應 那些太太就說 唉 我都不想跟丈夫說話 因為為什麼呢 跟她說話是沒有反應的 她又會 好像跟服長說話 或者反應了不是那些東西 又教我 我又鼓勵太太 你聽到你 你聽到你丈夫 不懂回應 你就引導她 即是丈夫沒有回應 太太 聽不到她說話 那太太要聽一下 丈夫 聽不到 於是就提她 我呢 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有什麼感覺 我想你感受我的感覺 我只是想你感受 這樣引導她 這樣的時候呢 就可以幫助她 你說 你感受我的感覺 比較你教我怎麼做 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我現在很傷心 你感受我的感受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 這個就是 互相聆聽 看到對方的情況 慢慢的雪 慢慢的動爐 說話 是真的要 慢慢的雪 有很多意思 第一 就不要這麼快 讓別人先說 第二 說話的時候 不要不斷地說 我知道有些人 她真的一句和一句之間 是沒有空間 我沒有辦法 能夠接進去 當她說話 我想回應 接著要說下一樣 接著要說下一樣 其實這個情況 也都是 有些人 他們經常都是 很多東西 全都放在那裡 一開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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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很多問題出來 因為她裏面 太多東西未處理好 所以她一有機會一說 有人聽她說 慢慢的出力 這個又要處理了 當我們聽到有個人 這樣說話 我們都在適當的時候 引導她 這個需要智慧的 我聽到你有這些關心 你不開心的地方 我們可以回應 你覺得這個人有接納你 我很多時候說這些話 我一定要留意 這個人接納我 他不接納我 我說這句話的時候 他就說 我講些話給你聽 你又在那裡教我 所以我會 我會聽到她 我會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或者你受傷害 你很痛苦 我會先回應這個 等到有機會 我才跟她說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說 不知道 可以嗎 可以 我就說 你有沒有留意 你講話的時候的速度 或者方法 用這樣的方法 你有沒有留意到 她說 可能我沒有留意到 那你就說 你有沒有留意 你在那裡講話的時候 中間沒有什麼空間 最好引導她 引導她的時候 幫助她 下一次 你可不可以講完一樣 讓我回應了 我先說 第二天 我可以說 我都忘記了 你講完第一天 再說第三天 忘記了 請你慢一點 這是一個方法 幫助她 還有用愛心 說誠實話 有很多人說誠實話 說了你 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沒有什麼愛心 她就覺得很受傷害 罪惡的言語 很多罪惡言 你看圖畫 一個憤怒 一個取笑 你看到下面那幅畫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下面那幅畫 有哪三個取笑的人物 那個樣子 你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帶起一些感覺 在你裏面 有沒有令你感受一些 以前被人傷害的感覺 見到那些表情 有沒有一種反抗 有時候我們都會受到這樣的傷害 有些人喜歡取笑人 我們講閒話 這是一個很容易 很多人都會做的事 如果有人有痛苦 那怎麼跟人說呢 我們的重點就是講自己的痛苦 重點不是講對方的不好 只是講出我為什麼會痛苦 但是就不要講那個人 也不用說他壞 只是我的痛苦我怎樣解決 怎樣幫助 這樣的時候 是一個好的方法 好的輔導員 也不用說那個人真是壞 是他把你弄得這麼壞 不用這麼說的 只是幫他處理 還有論斷 就是批判他 傷害的說話 說謊 自誇 覺得自己厲害 其實在神眼中 有誰是厲害的 愈以為厲害的 必降為悲 或者貶低人 貶低人其實有兩種原因 一種就是他覺得自己驕傲 其實驕傲的人也是他自卑的 他覺得要踩低人才能提升自己 這也是不好的 另外就是自慰和反攻 什麼意思呢 自慰 譬如有人說 你今天領領拜 你和那個彈琴那個沒有配合 那自慰說 是他今天彈得這麼好 我也不知道他彈什麼 為何跟不上 跟不上 跟不上 這就是 批評了人 你將責任放在人身上 但人總是不願意說 是我今天不懂得入 不知為何會入不上 我都要跟那個詩琴學一下 那可能兩樣都是 可能那個詩琴有道彈錯 但他總有自己的責任 但人總是喜歡說 那個詩琴今天彈得不好呢 我們總是喜歡說 別人這樣 那時候就是自慰 就像張國仔 我大家記得 我們一起說得不好 好 衝突未能解決 仍然能夠愛對方 和向對方慰勢 還有有些人 在教會裡面 受很多傷害 那我就說 你盡量去接納和愛 盡量去祝福 求神去帶領你怎樣做法 就不要用憤怒 你說他做錯一 我做十五 即他做錯也好 心裡面不要生氣他 下面一邊講到 處理人際問題的障礙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不服氣和固執 不服氣不僵 而不處理人際問題 神的喜悅就減少了 即是神就不喜悅 我們所做 那你就做很多事工 都是枉延的 所以求此幫助我們 有些人缺乏果效 第一個鼓勵就是 你忠心就可以了 忠心你就放心了 你就不要大壓力 但是你依然做其他的 你忠心就要做些甚麼呢 第一就是跟從神的方法 《博士倫短2章42節》開始講到 時事一起聚集 交接 抹餅 於是有很多神職其事 凡物功用 即是給予相愛 初來教會這樣做 我們今天不會這樣做 但亦都給予相愛 然後同心合意 時事聚集 抹餅 寬起的心用法 讚美神 時事讚美神 神就將得救的人交給予 這個聖經的方式 就是人的關係好 神的關係好 神就祝福了 這是下一點 接著就是 謙卑從別的教會學習 這個提中 因為這個 全世界現在很多教會做得很好 我們都可以從他身上學習的 然後呢 最後一點就是 一起討告求神 帶領有什麼方法 去帶領教會的 OK 我們這次講了很多東西 其實兄弟德聖的文件 我會很快傳給你們 讓你們可以看回這些內容 裡面 正如我們所講到的 就是處理個人 同型的關係 婚姻那裡 我們遲些再講 然後就是 侍奉的關係 那一下子講 可能大家未消發到 但最重要就是 大家想一想 你的關係裡面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自己內心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未處理 你的生命 有沒有什麼未處理 你同一個關係 有沒有未處理 你的同工關係 有沒有未處理 當你有未處理的時候 你在小組的時候 可以大家討論 但討論的時候 不要提名 不要說我教會的牧師 不要說我教會的誰 你只是講到 有個人這樣的情況 然後怎樣處理 大家去討論 有智慧 怎樣去尋找一些智慧 去解決 總有方法的 總有方法 首先就不給他認可 但是一個祝福的心態 我們一個祈禱結束 天父 我們感謝讚美你 求主你幫助我們 能夠處理 我們實際面對的問題 很多時候 都有很多人 講到家庭有很多問題 講到自己內心有很多問題 同人的關係有很多問題 教會有問題 同工有問題 這些問題 都是會影響我們的生命 影響我們整個人的發揮 但是首先我們不給這些影響 我們相信神的愛 相信神的恩 你也都愛這個人 他是寶貴的 是我們應該祝福他的 我們就不給他影響 而是刻意去處理 就算對方不處理 我們依然去處理 就算對方剛硬 我們依然柔和 就算對方沒有缺乏愛心 我們都依然是用愛心對待 這樣我們才能夠解決問題 神的心都是叫我們搖庶包容 求主你私恩憐憫 祝福我們 幫助我們處理 我們面對任何的困難 願榮耀重贊 歸美麗 願你的榮耀 彰顯在你的教會 在你的家庭 在我們的當中 彰顯出來 讓我們的生命 真是彰顯神的恩典 讓他練習 等到時間